400万粉丝微商教父被查税 刚宣布破产 曾炫富每月零花钱600万 又一个大微凉凉 刚刚自己宣布破产 近日自称微商教父的龚文祥 在其社群内部简示称 解散社群触电会 退出微商行业的原因是被查税 罚款主要原因是其收入多使用微信红包 转账未对公收入 无法缴纳企业和个人应缴税款 其发微博的频率也非常频繁 平均每天15条以上 但粉丝评论通常只有个位数 月零花钱600万 每年发微信红包300万 两天入手两套千万级豪宅 2017年12月2日 微商专家龚文祥在微博发出该条信息后 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在外界赋予龚文祥的头衔中 第一人 一哥等关键词时常出现 中国电商第一自媒体人 全中国最赚钱的自媒体人 全中国微信发红包最多第一人 这也与群成员分享的越感秀 回报越大香气和 龚文祥曾发文称 一个年轻人 如果一年不追剧 不打王者荣耀 每天16小时到处加粉丝 发朋友圈 每个5000人的号都一对一聊天 维护好几万粉丝维护好 做到努力勤奋 一年赚几百万元是有结果的 我自己都佩服自己是个营销高手 昨天炫富引起关注 但虚的知名度意义不大 如果将知名度变成钱 在微博中 龚文祥曾自曝过自己的收入来源 其中包括 每年1000个交了2万元的触电会会员社群收入 10个每年36万元的年度客户 及10个触电报年度客户 10万元每次的出厂费 8000元每次私人号广告等